- It's a RIDGE TEAM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苹果爹 iOS 14 的公開測試版本已經推出了 我先前有拍影片介紹過iOS 14 的一些功能 但當時因為還是開發者的測試版 所以很多人不能使用 現在公開版本的測試版推出之後 任何人想要使用都可以自己去下載 這邊還是一樣先建議大家 盡量是用在備份的 iPhone 上面 雖然是公開的測試版本 但它還是測試版本 下載後還是會碰到不穩定 或是Apps 不相容的問題 原品不夠好的就不要硬去拼運氣囉 因為有收到很多私訊的詢問 那我這邊就來拍一支影片 來教大家怎麼下載 那其實步驟非常簡單 第一個步驟就是備份你的 iPhone 備份你的 iPhone 備份你的 iPhone 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講三次 那如果你看影片喜歡不仔細 然後錯過這個步驟 到時候出了問題不要來罵我 況且我也在先前建議大家 有備用的 iPhone 再來下載玩 備份你可以用 iCloud 或是用你的電腦 不管用什麼記得一定要備份 好第二個步驟就是到 蘋果測試軟體計畫裡面去註冊 我會放網址在下面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可以直接去那個網址 好那我這邊會一步步的教大家 照這做就好 到這個網站之後 你這邊就可以選 Sign In 那如果你沒有 Sign In 的話就可以 Sign Up 可是我相信有用蘋果的人 應該都已經有帳號了 直接 Sign In 所以就可以到這邊 你可以選擇 iOS 那如果你有 iPad 想要來玩的話 你可以選擇 iPadOS 當然在你 iPhone 更新到 iOS 14 之後 你想要去玩玩 WatchOS 也是可以的 可是建議大家還是先不要這樣做 這邊你會看到一個選項 叫做 Enroll Your iOS Device 這邊把它選下去 然後這邊第一個步驟就是叫你要先備份 我先前也有提到 一定要做到 OK 那到這邊你就可以 Download Profile 然後允許 現在就可以到設定中 你就會看到以下載的描述檔 就會在這邊出現 OK 那這邊你就選擇安裝 完成 好那下一步就到一般 中的軟體更新 點下去 這邊你就可以看到 iOS 14 的 Beta 在這邊出來了 那這個是 Public Beta 這個就是公開版本 大家如果加入這個計畫之後 都可以下載並測試 這邊在安裝之前有幾點一定要注意到 第一就是要連上你的 Wi-Fi 第二就是確保你的電話有足夠的電池量 我個人建議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插上充電器 然後如果你想要快一點的話 可以把它放在你的 Wi-Fi Router 的旁邊 然後再等它下載完安裝完之後就好了 那等一下完成再回來吧 OK 好啊 有沒有很厲害 更新完之後 舊 iPhone 也變成新 iPhone 沒有啦 就是因為剛那個要等太久 所以就是想讓你們看一下 更新完後是什麼樣子 我另一支影片有介紹 iOS 14 的功能 有比較深入討論整個桌面的概念 如果對這方面有點疑問 不知道怎麼使用的話 可以去看那支影片 好那最後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沒有備份的 iPhone 盡量不要使用 因為如果你使用不習慣 要降級雖然是可以 可是還是有點不太方便 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那喜歡的話記得幫忙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我是蘋果爹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Bye